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ES6到ES11全版本JavaScript语法大学这门课程 你是否在学习或者工作当中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 我是一名技术小白 刚接触前端不久 学行了JavaScript的一些基础的语法 但发现在网上看一些技术帖 或者一些开源项目的时候 很多语法根本就看不懂 我是一名前端求职者 正打算成为一名前端开发工程师 但面试过程中每次都会被问到一个问题 你对前端技术找起多少呢 对ES的心疼性又掌握多少呢 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总是感觉有些力不从心 我是一名出入职场的菜鸟 已经掌握了一些前端开发技能 正打算在公司里面大展拳脚 却发现公司里面大牛写的一些语法根本就看不懂 我甚至一度怀疑自己 难道我之前学习的是假的JavaScript吗 我是一名技能党 喜欢追求最新的语法 最炫酷的技术 时刻走在技术的最前沿 立志做一名技术的弄潮文 想了解ES又出现了哪些新特性 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新特性 在我的项目当中编写出更炫酷的代码 快告诉我又有哪些新的特性呢 其实前面种种情况的产生 都是由于对于ES的新特性 使用方式不够熟悉而产生的一些尴尬情况 那到底什么是ES ES和我们常说的GS 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ES指的是ECMA script ECMA是一个专门为技术制定标准的这样一个组织 前身叫做欧洲计算机制造商协会 其实ES是一种标准 或者说我们叫做一种规范 而GS是ES的一种实现 也就是说Java script是一门遵循了 ECMA script语言规范而设计的编程语言 而其实大多数情况下 这两个单词是可以互换的 也就是说我们叫ES也好 或者叫GS也好 大多数情况下指的都是一种编程语言 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学习这门课程呢 有些同学会认为 现在开发不是都在使用框架的开发吗 那ES还重要吗 是的 没错 目前项目基本上都是基于框架来开发的 很多同学会误以为 学会用的框架就等于掌握个前端 但是不管你使用前端的主流框架 View也好或者React也好 还是说在开发微信小程序这种生态也好 还是在使用NoteGS开发服务端也好 其实这都像是一个盖房子的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采用View这种方式去盖房子 也可以采用React这种方式去盖房子 但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去盖房子 都少不了盖房子的一个基本要素 那就是砖头 而ES语法就像是砖头一样 不管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框架 开发什么样的需求 都要使用ES这个砖头来完成 所以说只要你开发的是前端项目 或者说是NoteGS的项目 那么ES一定是你逃不掉的一项必备技能 而从2015年开始 Icoma这个组织决定每年都会发布一个新的版本 这个新的版本就会包括一些ES的新特性 用于语法的升级或者是弥补之前一些语法的缺陷 而从命名上看 ES6被命名为Icoma Script 2015 通过命名可以体现出当前这个版本所对应的年份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ES6和ES2015 其实指的是同一个版本 以后的每一年发布的版本 我们都会常称作以年份去命名 比如说ES2016 ES2017 或者ES2018 到目前为止 其实最新版本已经当为ES的2020 相信很多同学或多或少的已经用过了一些ES的新特性 但是你真的熟悉每一个版本中 每一个新特性的使用方式吗 真的了解这些新特性和ES5语法的差别吗 真的能够在某一个场景下 当我们遇到某一个问题的时候 能够想起来去使用这些新特性吗 其实我自己也看过很多关于ES新特性的书 或者是文章 或者网上发布的一些帖子 但大多数呢 要么总结的不够全面 要么只是讲个语法该如何使用 但在实际项目当中 我们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 却总是想不起来去用我们学过的那些新的语法 其实总是一种纸上得来终结浅的感觉 这个原因其实就是我们并没有真的理解 新特性的优势 以及每一个新特性 它所处理的这样一个应用场景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项目当中 虽然好像学会很多语法 但是遇到实际情况的时候 我们根本就想不到通过这个语法 能够解决这样的实际场景的问题 而本门课程的设计初衷 就是为了弥补这种遗憾的 本门课程详细讲解了ES2015到ES2020每一个版本所引入的新特性 并且结合ES5对比讲解ES新特性 充分体现出新特性语法的优势 更重要的是我们给大家讲清楚每一个语法它所处的一个应用场景 并且本课程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本门课程第八章会以view为案例 给大家讲解ES的新特性在实战项目当中应该如何去使用 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本门课程整理的 关于ES每个版本新特性的一个思维导图 我们首先看一下ES6这个版本所引入的新特性 我们能够看到在ES6这个版本当中 其实引入的新特性非常的多 因为ES6其实是一个比较重大的版本更新 它与过期的版本比起来呢 其实改动非常大 其实ES新特性很重的比例啊 都是在于在讲解ES2015这个版本 那对于ES2016到ES2020 其实每一个版本引入新特性 虽然没有像ES2015那样引入新特性那么的多 但是其实在后面每一个版本当中 都引入了很多非常好用的一些新特性 有些新特性呢 能够更方便的解决之前的一些 应用场景所引出的一些问题 而还有一些新特性呢 弥补了之前一些语法的设计缺陷 而这里面所有的新特性呢 其实我们都是需要掌握的 只有掌握了这里面的每一个新特性之后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对于我们面对的一些需求 或者一些问题 才能够游刃有余的去更好的解决 本门课程是我们非常用心去打造的一门 关于ES的语法课程 那么本门课程到底有哪些特点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 首先本门课程ES的新特性与旧语法会做充分的比较 从而体现出新语法的优势 这种对比方式的学习 不仅能够是让我们复习ES5的语法 更能强化理解新特性的语法优势 另外 本门课程不仅讲解新特性的使用方式 更详细讲解新特性的应用场景 使学习语法不再是纸上谈兵 另外因为ES的新特性是不能够直接被所有浏览器所识别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通过工具来转化为浏览器能够识别的语法 课程提供配置完整的ES开发交手架 开箱即用 让大家不再纠结于环境配置 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语法的学习上 使学习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课程第九章也会给大家详细讲解 关于这个基于WivePack的构建环境是如何构建出来的 另外课程不仅有视频讲解 更有配套的电子书 大家通过视频学习更加的透彻完整 通过电子书学习便于课后的总结与复习 总之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学习体验 并且课程提供高清完整的ES2015到ES2020 每个版本形成性的思维导图 为大家理清知识的脉络 使学习有章可循 另外ES每年都会发布一个新的版本 本门课程的内容和电子书会随着ES版本的不断升级而随之更新 让我们的知识学习永不莫无 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本门课程配套电子书 这个是当前电子书的首页 在首页当中有关于课程的一些简单的介绍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快速上手 进入到电子书的主页 我们能够看到左边是电子书的目录 首先是项目准备 这里面我们会介绍到ES和GS的一些历史关系 以及本门课程的说中人群 然后我们也会详细介绍到本门课程所使用的ES的交绍架 应该如何去安装以及如何去使用 这边都会有详细的说明 然后下面会有关于ES每个版本的一些总结 也就是它所使用的思维导图 再下面是关于每一个版本进行的分析总结 包括ES6,ES7,ES8,一直到ES11 每一个版本我们都会按照知识点进行总结 比如说新的声明方式 包括在ES当中作用域是怎样的 然后呢,at这种声明方式应该如何使用 cons的声明方式如何使用 然后呢,其实每一节都会有很多的子目 我们都能看到在子目当中都包括哪些语法 以及每一个语法的使用方式 以及它所对应的应用场景 然后呢,其实这本电子书我们也会不断的更新 大家通过这本电子书呢 可以更方便的去学习我们的视频当中的内容 因为电子书和视频是配套使用的 大家可以在课后呢 很好的去对于我们视频当中的内容 进行一个总结和整理 这样的话,大家在面试的时候 或者说在以后工作遇到问题的时候 通过电子书呢 能够更方便的去查询 我们想用到的一些语法或者一些知识 另外呢,我还想通过一些简单的demo 给大家去展示一下ES6之后的 这些心得性的一些语法魅力存在 我们首先,案例的第一个 叫做可选链 其实我们在项目当中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应用场景 就是说我们当前有个对象 然后呢,对象下面有嵌套的属性和嵌套的方法 当我们想取到对象下面的属性里面的深层次的属性的时候 在之前的预访中呢 我们可能需要去这样获取 我们需要先判断 EU的对象是否存在 然后呢,如果存在的话 我们再取EU的下面的address这样的对象 如果address也存在呢 再去获取EU的下面的address下面的 资质的属性 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 资质属性是能够安全的被获取到的 其实下面是对于方法也是同样的 我们要看当前方法是否存在 只有方法存在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够通过括号去调用当前这个方法 这是之前ES5的一种处理方式 但是呢,在ES的心得性当中 提供了一种叫做可选链的语法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问号点的方式 就可以很方便的去判断 当前对象下面是否具有这样的属性 我们能够看到ES新的心得的写法 比ES5的写法呢 其实简单了很多 这是第一个案例啊 我们再往后看 第二个叫做消除魔术字符串 其实魔术字符串 指就是我们的代码当中多次出现的 和代码形成偶合的这样一个字符串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啊 比如说在ES5一块当中 我们这边的一个函数叫做getarrayer 我们想获取到一个面积 然后呢,我们参与传一个引号 叫做triangle三角形例子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准备判断 如果当天是triangle OK,那这个面积 我们认为一个1 那如果是circle呢 那这个面积我们认为一个2 大家看这个时候 其实triangle这个字符串 在我们的项目当中 是不是出现了多次 这个就叫做魔术字符串 其实这种代码风格并不好 因为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们不小心把某一个单词 如果敲错了 那在这边是不是就获取不到了 那在ES的CMEM当中 其实引入了一个新的数据类型 叫做symbol 它呢,其实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种 魔术字符串的场景 在这里面大家看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字符串 所以说,用这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很方便去消除魔术字符串 这是我想给大家看的第二个案例 我们再往后看 第三个 在项目当中啊 其实我们经常需要把一些 类数组或者叫做尾数组 转化成数组 如果在ES5语法当中 我们需要调用array 原型下面的slide的方法 去把之前的这样一个尾数组 转化成数组 而在ES5当中 直接提供了一个原生的语法 叫做arrayfrom 可以很方便的把一个尾数组 直接转化成一个真正的数组 大家看原生的API 已经支持了这种方式 那使用起来 是不是更加的方便 我们再看 阿里4 大家看 优雅的一步操作和解构复制 在ES5当中 比如说 我们想在get data 这个方法当中 去发送一个 阿甲克斯请求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需要传递一个 回调参数 表示的是这种 阿甲克斯一步操作 请求完成之后 要执行的操作 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在 回调参数当中 那如果大家想一想 如果当前的回调啊 它的层次很深 比如说回调之间层层依赖 那这种 是不是会形成一个叫做 call back heal 我们叫做回调深渊 或者叫回调地狱 对吧 但是呢 在ES的新能性当中 我们可以更加优雅的 去处理一种 一步操作 大家看 在我这个例子当中呢 我们使用 async await 完成了一个 一步操作 大家看这种写法 虽然是一个 一步操作 但从写法上看 是不是跟一个 同步操作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是这种 按顺序的方式 去写的 另外 当我们获取到 这个操作以后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 很方便的通过 es6当中的 解构复制 可以很方便的获取到 当前获取的结果里面 所对应的 我们想要的内容 这里面呢 我们通过四个 很简单的案例啊 给大家展示一下 es的新能性 它的魅力所在 当然 es新能性的强大之处 远远不止于此 这其实只是 es新能性的 冰山一角 具体的内容呢 我们在课程当中 会大家更加详细的 去讲解 相信大家 看了电子书的展示 一定对电子书呢 产生了一些兴趣 在这里呢 我已经事先在线上 部署好 电子书的一个 体验版本 供大家先读为快 大家只要在 浏览器的地址栏里面 输入我当前这个地址 就能够事先体验 电子书的一个 体验版本 那本门课程的 适用人选呢 其实本门课程的内容 是前端开发 或者是 NoteGS开发的一个 必备技能 所以 只要你是前端开发工程师 或者是 正在打算成为一名前端工程师 或者呢 你想成为一名 NoteGS的开发者 那么 这门ES新特性的语法课程 就是你不得不去掌握的 一项技能 那如果要学习这门课程 我们需要掌握哪些 前置的知识呢 其实 大家只要具备 JavaScript的基础知识 也就是 能够掌握到 ES5的一些基础知识 那么 学习想来这门课程 就会游刃有余 并且呢 这门课程 也会给大家对比 ES5的语法 以及ES6语法 它们之间的区别 从中呢 我们也能够复习到 ES5的一些 非常关键的语法 应该如何去使用 目前 所有使用 JavaScript的这门语言 开发的项目 都在使用 ES的新特性来开发 如果你还没有掌握 ES新特性使用方式的话 那么 真的要好好学习一下 这门课程了 那你还在等什么 抓紧上车 让我们开始 ES新特性的学习之旅吧